大家好,我是二姐,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早餐玉米饼的做法 大家看一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面盆中加入200克玉米面 将玉米面用开水烫一下 烫过的玉米面吃起来口感更细腻 玉米面烫成颗粒状之后 加入100毫升的凉水 给玉米面降温 搅拌均匀 量成温的加入4克酵母4克白糖 再次搅拌均匀 分次加入面粉 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没有干面粉像这样搅拌均匀就可以 盖上保鲜膜 醒发一倍大 玉米面已经发好了 成蜂窝状像这样就可以 电饼铛提前预热刷一层食用油 取适量的面团 稍微整理一下 放入电饼铛之中 一次全部做完 饼子定型之后翻面 我们在烙制的过程中勤转动 勤翻面 让其受热更均匀 全程中小火烙四五分钟 用手按压迅速回弹 饼子已经熟了 出锅 装入盘中 准备一个空碗 打入三个鸡蛋 加入少量食盐 适量的葱花 充分的搅拌均匀 有适量的蛋液 放入电饼铛之中 放入做好的饼子 将玉米饼均匀的粘裹上蛋液 煎至凝固即可出锅 装入盘中 营养美味的玉米面鸡蛋饼就做好了 我们掰开看一下 这样做出来的玉米饼蓬松轩 粗细搭配更营养 喜欢赶紧收藏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关注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